同为华东的二线大城 这一个福建的泉州和山东的济南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真的是这个远朝想象 大家看一看 这边是这一个泉州 这好多的房屋已经是微房了 相当的古老 当然济南那边也有这种古老的城区 就是济南古城内部 它这边就等同于济南古城内部 但是我感觉它这个古城怎么说呢 感觉好像要更老一些 你看这边街巷 这两个城市从这个GDP上来看的话 2年2年都是这个一万两千亿 感觉都是差不多的 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差距就知道 确实远超想象 因为它这边这个居住楼 太古老了 而且它不是说像济南古城那个样子 就一片 不然它这个是非常大一片 这至少是济南古城的五位大 就这种地方 都是这种非常老的街区 它这边这个街区怎么说呢 它这还可以跑车济南古城内部的 它是那种向道式的 你这个跑车很困难就一个车道 你一个车子跑就堵住了 它这边还可以跑两个 它这边就是那种老社区老片区 既然古城的话就古城内部 就是那一个什么大明湖暴渡泉 那个护城河缓热的那个内部 是那种古城的模样 大部分还是那种偏 上个世纪的模样 它这边好多都已经 老的这个都成为一房了 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 在济南古城那边还没有看到说 已经成为一房 已经跨它了 这边是什么 新调 现高还4.5 走在这个里面 真的是有一种 恍如隔世的感觉 感觉像穿着 越到了这个上个世纪 这两个还都是这个 历史文化名城 但是我感觉这一个 全奏这边 可能还要更古老一下 感觉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挡水的 这外面应该是这个挡水的墙 就是挡水 挡得最高的时候 可能就会淹到这里来 然后把这个大门一关 这个就淹不进去了 这就是一个 挡水的这一个什么 防洪堤一样的 这个也是非常的厉害 济南大家知道 为什么叫济南吗 它这个 整个这个城市都进在 济水的南边 当然现在济水不存在了 古代是四大古河 那四大的江河淮济 就是长江 黄河淮水和这个济水 后来因为这一个 改道 不对 黄河的改道 济水很多都被吞到 黄河里面去了 所以现在没济水了 整个现在济南 是在这个黄河的南边 那为什么北边没有呢 因为这个北边 过于泛滥了 所以济南的这个城区 都是建在了黄河的南边 这里有写土地厚汗杂 这也是一个大杂门啊 哇 真的是 那它这边淹水的时候 能淹得很厉害啊 那这一块就不能跑车了 真是厉害啊 远超人的想象 真的是远超人的想象 我在别的城市还没有见到过 这种景象 哦哦你看这边有啊 果然跟我们拆的差不多 1935年的这个洪水 淹到这里来了 百年一遇的洪水味 淹到了这一个这里来了 这里面就全部被淹完了 要是真遇到那种大洪水 再遇到一次 这就全这要上热搜啊 上全国热搜啊 这个就是全 全国都关注这里了 这个一旦突破这道防洪墙 整个城区里面这边就完了 这得多少百姓都要受灾 这个太狠了 它的淹水这个一旦 发红起来这么厉害吗 这边不是淹水了 淨江 这么牛吗 比他们第一大河敏江那边还牛 太牛了 在全 在济南那边还没有这种情况 非常的厉害啊 沉到这边 我感觉更古老一下 虽然从历史上来讲 是济南更古老一些 但是走到这边街区 它现在保留的这些东西 感觉它更古老一些